之前跟大家報導過 現代戰爭2裡面壯烈犧牲的 Ghost Argue 即將要推出前傳故事 決勝時刻 美的消息 現在也確定要登上 Xbox One 還有 PS4 啦 除了畫面變得超好之外 這次還加入了軍權好夥伴要一起作戰喔 趕快來看看遊戲介紹吧 Activision 旗下第一人稱射擊大作 COD 決勝時刻 系列 日前在微軟舉辦的 Xbox One 新機發表會上 釋出了新作 決勝時刻 美的最新預告 也就表示本作將以次世代主機的強大規格 登上 Xbox One 與 PS4 在發表會中提到 遊戲採用全新的引擎開發 不僅大大提升前作 現代戰爭3中的畫面 連所有的貼圖材質和3D模組 都經過大幅度的翻新 讓物件的微小細節都更具真實感 另外本作也首次新增自訂角色外觀系統 加上全新的好夥伴軍權的加入 玩家們更能夠享受到全新的遊戲體驗囉 目前新主機的發售日期尚未確定 官方只開放本世代主機與 PC 版的預購 後續的發售消息 玩家們可要多加留意囉